两名高职生表情严肃 讨论事情到一半 以死一言不合 其中一方推人挑衅 立刻在校内上演全武行 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同学看到也不劝架 加入战斗 消防人员从中制止 好不容易拉开了一个 要冲进战斗中心阻止对决 却不料跟同学叠成一团 奋力爬起来拉开双方 两名同学又分外眼红 还要继续打 一死是因为之前的误会 才起了口角 金属违法行为 那我们还是后续会再 做加强的辅导 以及校园安全的宣导 同样发生冲突的还有这一件 两名男子在深夜不断殴打 坐在地上的黑衣男 跟对方有深仇大恨一样 尽管旁边的人全家拉开照样打 事发在228凌晨12点多 台北蒙甲公园旁边 疑似是两名56岁跟48岁的黄姓民众 就最后在路口大声喧哗 吵得附近居民没办法休息 升起下楼引起争执 虽然后续双方都没有提告的医院 不过警方还是依照设委法处理送办 记者廖文斌 连缘斌彭与菲 云林 台北 采访不到